人类的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肆虐 而花莲县境内的动物医院也发现 最近猫温感染病例似乎比以往还要多 猫温的病毒可以有口传入猫咪的体内 造成猫咪消化道损坏及出血 严重还会造成死亡 高桥动物医院的院长殷宏医院 他提醒猫的侍主要重视这个疾病 做好预防工作 家中有饲养猫咪的侍主要多留意了 近日花莲境内动物医院 猫咪罹患猫温而送院治疗的病例增加 高桥动物医院院长殷宏员表示 称作猫温的泛白血球缺乏症 是由猫小病毒引起的传染病 藉由猫咪的血液、分尿或是体液 等感染其他猫咪 人类没洗干净的手、没更换的衣物 猫咪的睡床等器具 也都可能成为传播的媒介 最近的猫温病例特别的多 那当然也许是因为气候 或者是因为环境的改变造成的 那猫温这个病毒呢 它只会在猫咪身上 造成一些消化刀的症状 但是其实对猫咪的伤害很大 对人是不会有影响的 这点大家不用担心 而且呢猫温这个病毒呢 是有预防针可以预防的 我们每年只要按时的施打 三合一的疫苗 甚至猫咪还有四合一的疫苗 只要有按时施打疫苗 其实猫温是可以预防的 它最初的症状就开始食欲下降 然后精神不好 那甚至有一些呕吐跟拉肚子的症状 特别是猫温这个病毒最常感染到的 就是消化到的这些细胞 所以呢 吐跟拉是一个最明显的症状 猫温病程约7到10天 特别是6个月以下幼猫死亡率最高 建议在幼猫时期 完成三合一四合一或五合一疫苗 成猫每年施打一次三合一疫苗 如此才能避免感染 并提醒四组随时注意环境卫生 如果家中猫咪确诊有猫温 就必须和其他猫科动物隔离 以免交叉感染 记者长方燕华联士报导